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324集 七星古神 那奉天狼族周景 其血月在这一吼中顿时扭曲 其内传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 却是那融入其内的狼烟 层层崩溃 瞬息中就连着血月也四风五裂 瓦解殆尽 周景面无血色 胸前一腰 整个人在喷出鲜血中 道卷轰的一声落在大地 这骨神一吼锁化风暴 在这宫殿内扫过 一句句修饰肉身直接崩溃 八座肉身更是化作飞灰 甚至就连那八条巨龙也同样瓦解 唯独那些骨质三族的尸体 剩下了一半 没有在这吼声风暴下崩溃 托森 疯了 如他之前所吼 王林夺走了他的记忆船长 现在又要去抢道骨船长 他如何能不疯呢 甚至不惜众生 也要抢回那他认为本该属于他之物 在灵动与周景无法阻拦后 托森的双臂同时伸入这骨西叶的缺口内 向外狠狠的意思 就要冲入进来 这一切说时迟 但实际上却是极快 王林凝固在座椅上的身体 在这第十八席降临 暴增了数倍的反阵之下 不断的崩碎 胸口 左臂 转眼就消散一空 唯独一颗头颅 漂浮在座椅之上 凭着一股意志 死死的与这座椅 割空相连 但这崩溃啊 却并没有结束 十八席 似乎变得极为缓慢 没有尽头一样 王林的头颅下巴 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化作碎片 向四周爆改 他的双唇 鼻子 双眼 等等 一切刹那中 消散一空 唯有其眉心 那六颗星点 还在急速的旋转 就在这崩溃 蔓延而来 要把王林 这隐藏了原神的 古神星点 全部毁灭的刹那 那第七颗星点 突然就有刺目之光 积极闪烁而出 一股浩荡的古神之力 如潮水一般 疯狂地从这第七颗星内 爆发出来 随着其爆发 这第七颗星 从虚幻模糊中 瞬息凝视 完成了全部的过渡 彻彻底底地出现了 在这第七颗星点 出现的一刹那 王林的眉心七颗星点 旋转立刻一顿 竟缓慢下来 七星成炫 转动了一圈 一股笔之王林六星之时 要强大无数的 捕神之力 轰轰爆出 顺着这七颗星点 直奔下方而去 王林的头颅 自眉心以下 闭着的双眼 鼻子 双唇 转顺而出 完整的头颅 仿若重生出现的同时 那七颗星点 再次旋转了第二圈 王林的脖子 胸口 腹部 双臂 整个上半身 赫然 凭空凝聚而出 其内头骨最先出现 而后则是血肉内腹 每一根肌肉内 都蕴含了诸多的骨神之力 每一寸骨头中都有磅礴的骨神气息 随着王林眉心心点 转动出第三圈 他的下半身 同然凝聚出来 这重新凝聚而出的骨神肉身 不再是数百丈 而是千丈 千丈骨神 七星骨神 千丈王族 七星骨神 王林双目猛地睁开 他的身子依旧是坐在那椅子上 没有半点离开 七眉心 七星 从缓慢的旋转 瞬息暴增 开始了急速转动 振振骨神之力 荣贯全身 此刻的王林 有一种可以一拳打抱一颗 修真心的力量之感 更是在这一刹那 大地心上 二代朱雀 传授的玄武最强一击 那有关力道的一幕幕感悟 在其心神弥漫 若仅仅如此 也就罢了 更是在那座椅内 涌现出一幕幕传承的神通 这些神通如同破损的神石 直奔王林而来 进入其脑海 化作了他自身的深刻记忆 与此同时 许是因为王林在这椅子上 坐下了十八戏的缘故 在他七星骨神之体 重新凝聚而出的刹那 他的神石竟然与这座椅 产生了一丝说不清的联系 这联系极为诡异 到底是如何出现 就算是王林短时间 也无法琢磨清楚 且他现在也没有时间去琢磨 正是因为这一丝联系的出现 这座椅仿若化作了一座木台 王林坐在上面 脑中赫然就出现了 这整个古墓三层的全部画面 他的神石啊 以一种他不理解的方式 被这座椅放大了无数万倍 感受到了在这古墓之内 有一股意志 这是古墓的意志 也是倒骨夜末残留下来的 一股意念之力 王林的神石啊 在不断的被放大中 与这意志融合 红然就从这宫殿内 向外疯狂的蔓延而出 最先接触的便是拓森 拓森的咆哮夹然而止 其身子更是猛的一阵 双眼露出骇然之色 第九章地图内 那眉目挂着风情的粉衣女子 此刻神色阴沉 直奔前方迈去 他操控拓森的禁止 不知为何竟有了松动 这也让他极为不安 没想到让他小小鼓神抢先进入 但我有拓森 却也不是没了机会 只是为何这静置会松动 他皱着眉头 前行中正沉思 突然 这女子身子一顿 他前方第九章地图处啊 存在的一处处空间乱流 竟似乎又狂风横扫一般 稀奇散去 他猛地抬头啊 神色一变 清晰地感受到 有一股让他颤抖的神石 在方才的一刹那 从自己身边一扫而过 这神石之强 使得这女子心神轰轰 愣在那里 半嗓才恢复过来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这 这是谁的神石 莫非那道古夜幕 没有被先尊杀死 同样在这第九章地图内 九天魔尊的分身 目光闪烁 伸下木台向前急驰而去 他本尊呢 依然进入这古墓内 尽管被王林抢去先机 但他却没有任何担心 抢吧 就算是你抢走了一切 也无法活着离开这古墓 九天魔尊眼中寒光一闪 但就在这时 突然 其前方虚无内 轰然卷动 无数乱流 齐齐四散 刹那中 一股磅礴的神石呼啸而过 从这九天魔尊分身体内一扫 转瞬就远远蔓延而去 但这一扫之下 却是让这九天魔尊分身 骤然一颤 其心神轰鸣下 面色大变 刚才的一瞬间 在那神石扫过中 他甚至有种自己全身赤裸 一切隐秘都被那神石知晓的错觉 骇然之中 九天魔尊分身 直接就停在了半空 眼中露出震撼 方才的那一刻 他头皮发麻 有种魂飞魄散之感 这种感觉 唯有他当年没有成为第三部大能使 才有过类似 谁 这神石到底是谁 九天魔尊面色苍白 呆呆地望着前方虚无 心中第一次出现了恐惧 不仅是这九天魔尊分身 与那粉衣女子如此 眼下在这古墓内 所有存活下来的修饰 纷纷在这一刹那 感受到了这股滔天一般的神石扫过 胆战心惊 这神石充满了一股霸道的气息 如同王皇在天空俯视大地 在第七幅地图内 此刻 有一个身穿麻布的老者 此人双唇被三根针穿透 苍老的容颜呢 透出残忍的凶艳 本尊进入古墓的大皇上人 正向前迈步而走 其本尊亲来 通玄修为 弥漫 前行中啊 拥有一股惊天动地之危 无人可以抵挡 他信步而走 五步就可以跨过一张地图 直奔前方而去 但就在这时啊 其前行的身子 却是突然一顿 双目骤然 便有金光一闪 王林与这古墓意志 融合的神石 从这大皇上人身上扫过 轰鸣昼起 这大皇上人双手掐绝 抬起 向着前方狠狠一抓 似乎要把这让他心惊的神石抓出来 但就在他右手抬起 碰到这神石的刹那 却是有一股反正的意志轰然传出 直接就与这大皇上人碰撞 轰鸣之下 这大皇上人身子登登登后退 面色立刻大变 心神竟然一颤 阁下是谁 没有人回答他 神石继续弥漫 扩散之下 从这第七幅地图延伸 第六幅 第五幅 第四幅地图中 九天本尊与那妙音老道二人同时前行 神色很是平静 脉步中便跨越无尽 但突然之间 九天本尊就神色一变 老夫分身发现 他还没等说完 立刻就话语顿着 那股之前其分身感受的神石 轰然而来 从他与妙音老道身边延伸过去 妙音老道双目 瞳孔一缩 在这神石下 他竟然被牵引得心神一阵 这种事情让他不由的大吃一惊 看向身旁的九天魔尊 九天魔尊 面色阴沉 眼中同样有震撼之色 很强 非常强 八妃之中 位列三妃的白衣女子 此刻在这古墓内 没有继续前行 而是加速向后击持 跨越了一处处地图 来到了第一张地图内 他放弃了在这里 获得造化 而是选择离去 冥冥之中啊 他隐隐有种不妙之感 似乎若此刻不离去 他将永久地被留在这里 郑吉池啊 神石骤然而来 从其身边扫过的刹那 突然停顿了一下 这白衣女子 身色骤变 额头瞬间就溺出汗水 其身子猛得一顿 竟然不敢移动半点 心神砰砰 被这神石凝聚在身 如同全身内外 都被人清晰地看到 除了恐惧之外 更有一种羞脑 被他迅速地压制下来 许久之后 这神石才慢慢地 从他身上移开 向着前方蔓延过去 直至神石离去 这白衣女子 才松了口气 其秀美的容颜 略有红韵 沉没了片刻后 复杂地看了一眼前方 那神石离去的方向 王林坐在那宫殿的椅子上 神石不受操控的扩散 他看到了此刻 在这古墓内的 所有太古星辰修饰 看到了那眉心 始终挂着风情的 粉衣女子 看到了九天魔尊分身 更是在这蔓延之下 他看到了 踏入古墓裂缝的 大荒商人 九天本尊 还有那妙音老道 最后看到了 那白衣女子 随着其神石 在此延伸 瞬息间 他看到了这古墓 通往太古星辰的裂缝 王林的神石 最终停留在这裂缝旁 此刻凭着融合进 这古墓的意志 王林看到了一些 以他的修为 看不到的东西 就算是妙音道尊等人 也一样 看不到的存在 这裂缝 被人以莫大的法力凝固 使得其无法收拢闭合 这古墓裂缝外 太古星辰的星空中 那之前出现的巨大掌印 始终没有消散 依旧漂浮在那里 掌印下 那全身被黑袍笼罩的人也 也没有离去 而是默默地漂浮在裂缝外 但就在王林神石 在古墓内 临近着裂缝的瞬间 这黑袍人猛地抬头 隐藏在黑袍中的双目 爆出两道明亮金光 其目光似穿透着裂缝 看到了裂缝内 王林的神石 寂静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